离婚一年多了 那我们协议上呢也是写 就两个孩子都归我 他每个月给五千块钱的抚养费 房子呢 在孩子没满十八岁之前 过付到我们家 但是呢 就不能按照协议进行嘛 他房子也没有过付 就一直住在那里 经常有家暴啊 人生攻击 语言攻击 我就想调节一下 该怎么处理接下来的事 当时离婚的话 你说是绷着离婚去离婚的话 我觉得不是正确的 不是绝对的啊 叶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我想法就是说 如果是能好 大家就好好顾 我还是想对他好一点 完全不刚好 就按照协议办 直接离婚 越写得干净越好 于女士打定主意 要撇清当前离婚不离家的关系 丝毫不给叶先生挽留的余地 那么是什么使得 他们走到如今的地步呢 一切还得从一个人的出现 开始说起 也正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 直接催化了 他们婚姻关系的终结 我是做窗帘 他是做食材的 去年二月份就碰到一个人 他就比较看好说 投资他一百万宝 做全屋定制 他做食材相差还是蛮大的 对这行业完全不懂的 那个对方他投资 他也不懂的 我就觉得 这个天时地利都没达到 这个事情风险很大 我就不看好这个事情 他就非常看好这个事情 就说是改变他命运的救命稻草嘛 做了这个他就会发达 会涨到大钱 就非要干这个事情 就不能拦他 我也不想当他事业上的拦路虎 商量不下来就只有离婚了 为什么我会去离婚 我的想法是 这样子离都没关系嘛 我做好了不就什么都没事了 我成功了 我只觉得他肯定会回来的 我也没有说是真正地去离婚 分清楚怎么样子的 因为还是我的家 跟灭顶之灾一样 自从帮了老板整个人都飘了 我自从知道老板不来投资 他自己跟他堂弟就搞起来了 也不跟我讲 就决定跟他直接离婚 他是习惯性的 就是自我保护 我先是不同意的 你去做 只要有风险 只要有什么事情 他就要提出离婚的 跟我是一直是在保持着 一个算计的状态 你好 我可能就不值得 你不好 我就怎么样赶紧撇下干系 刚开始是有个老板 是说要投资 就要一起搞 后来那个老板后面 经济出了点问题 他就设置没搞了 我一个堂弟 本身做设计是做了十几年 一直在大公司里上班 我觉得他做了这么多年 然后本身这个做定制 也是跟着设计有关的 我们兄弟自己投资了 大概百百两万 一年在做的时候 只要这些人来 他就见人就说 这些人是啥 怎么怎么 一直是有个人在后面 反对你一直在 今天过完疫情以后 弟弟他超不下去了 他回广州去了 就没开了 是他影响了你的发展 绝对是有影响的 余女士告诉我们 他之所以离婚 不单单只是因为 叶先生这一次投资失败 打从他们结婚创业开始 类似的事情 已经发生了一次又一次 形势谨慎的他 没少担惊受怕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余女士细数了 叶先生创业的种种经历 这些经历 就像扎在他心中的刺儿 至今回想起来 依旧隐隐作痛 让人折舌 11年的时候投资了7万块钱吧 就开了个小店 我们还没完全回本 他又跟着别人 就要想投资一个30多万的 我们那时候也才刚结婚 第一次创业 我说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走 慢慢来不及 多大能力穿多大的鞋 就算我接下来了 这30多万 这300多平方的店面 我也没有那个实力撑下来 我就不肯做 他也不听我也不干嘛 就跟那个人呢 在那边开始装修了 装修了之后 我也拦不住他 我就说实在要开 那你就去开 我就坐在我这个店里 他就不行 就说我要表达忠心 不能说我开大店 又顾小家这样子的 就说要把我这个小店关了 要把我的窗帘全部拆了 那他说的东西不是完全的 投这个店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他也投了的 因为我们做之前 大家也是有沟通过的 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就说 你们都把钱投了我 因为是我在操盘这个软庄 我们两个对不对 那么我这边又开个小店 这件事情都不扯了 拆掉了之后呢 很多两三个月的时间嘛 后来那个大店就 拿1500块钱 叫我在主持馆 我就不肯 我就说那我不干的 他就说那没办法了 他说给7万块钱给我们 就叫我们走人了嘛 说实在话 就是夫妻不同心 因为我们刚刚做的时候 专业信息肯定是要夫妻配合的 他管店 我出去跑业务跑渠道 你知道这种一种状态的 所以你当时设计的 就是由夫妻共同管理的店 对 我是没想到他会 这样子我配合 他的目的我跟你讲 他就是那心里有问题 他是不想输于我 他不想让我怎么怎么样的 那个富裕心 这是真心的 他说我心里有问题吗 支持他 他开了 这是第一个店失败了 后来我们到南昌这边来 开了一个窗帘店 就一直开 开到18年 都比较成熟了 他做食材 要我就跟他管账 把我的店跟那个店整到一起去 也可以嘛 搞得一起 但是我就看不上那个位置的 我是一直看不上的 他就说非说那里好 大市场 我没眼光多好 他都交了钱了 也没跟我讲 那就只好去装修 在装修的时候呢 人家都在撤了 那时候我也不想装修了 我说人家都在撤了 赚不到钱的 你做你的 人家做着 他人家是傻瓜 你也跟着是傻瓜吗 他就这样子骂我 生意是靠自己做的 哪里看别人你怎么做 没办法 就接着装 装了三十多万 从来没开过业 直接就关掉了 因为人已经走光了 等我们装修好的时候 确实都没时尚 市场的管理确实是不行 哪里做个事情哪会有 那么顺的 对不对 哪有那么好的呢 看一个东西 他只会看到它的负面 就是说不会往个 积极的方向去看 我觉得亏这个钱 其实也并不是说 就是影响到 我们家里生活 还不影响 当时他关这个店 我心里就想再搞这一次 我是绝对不会饶过他的 气死我了 一天到晚就是整的我 这种已经两次了 我觉得他应该是 吸取教训了 应该是吸取教训了 在创业这件事情上 无论余女士如何反对 叶先生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选择 一败再败 随着叶先生失败次数的增多 余女士心中的不安全感 也变得越来越多 直到去年 叶先生坚持要加入百万投资项目 余女士仅剩的最后一点安全感 被彻底击垮 她果断办理离婚 开始了离婚不离家的生活 让余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即便离婚也没能阻止叶先生继续投资 缓解他内心的担忧 相反 离婚后不久 叶先生开始染上了新的恶习 这个恶习直接危及着他和孩子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